你最最最重要 梦是你眉间的彩虹 小小白颗风 声音够像眼睛够亮 胡野涛大导饮品店开张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胡野涛 这是我新一季的大导日记 没有想到我又出现在这里了吧 因为有了你们的助力 所以我的饮品店终于要开张啦 现在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 饮品店的地址吧 Let's go 开心开心 篮球场有三个集装箱 我觉得这边还蛮适合 我的饮品店开张的 因为这里面空间很大 灯光也很好看 那就选在这里吧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丝简陋 所以我们一起来布置一下它吧 我们找一些东西 但是呢我觉得 一个人做这些事情 有一些些的劳累 所以我们先去找一些员工吧 一起帮我合力做这些东西 那我们走吧 你要找到一个让你省心 高效率能完成工作人 非常的困难 这个营里呢 会不会有这种合适的人选 就需要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下 何亦凡他是一个 看上去很花哨的人 所以他不一定适合我的饮品店 欢迎光临 不行他脏子压了 我怕他太壮把顾客吓跑 想起来我当年我去饮品店打工的时候 我是自己找上门的 所以说今天但凡有一个人主动上门说 他想来我的饮品店 我就让他上班 应该发现不了吧 好 大岛饮品店开张啦 急需员工一名 但是没有工资 全靠友情 对于我们饮品店来说 员工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们现在资金也有限 所以没有钱 多了 各发 laten 你的 belief 什么 我说还有一天 在人群中 看了你一眼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你不愿意 这然酸涩涩 这边需要垂fend 这碗能帮我出个澡 可以啊 好的那可以 富斯叉一入池 开哪了走开点走 我们的饮品店就是非常的华丽 我们用的全都是米其林三星的材料 灯光的都是一绝一流的 对对 我们来到我们的饮品店啊 我们的饮品店就是这个 看 别跑错了 我们先找材料啊 哪里有材料 因为上一次小九跟张家元都借了我东西 所以说今天我也要制作一些饮品送给他们喝 因为富斯叉跟张家元是好朋友对吧 所以富斯叉来制作给张家元的那一杯 我来制作给小九的那一杯 哇 你看这底下的就像巧克力辣椒酱 很好看 好现在我要给小九制作一杯 好里面我放了红豆巧克力 还有草莓 这样子就是跟他本人一样非常的甜 跟他很辣 跟他相当的辣 我们现在拿的饮品一起去送给他们喝 走吧 你为什么要找我开店 因为你说要找关系不好的人开 加油 圆圆 你上次不是借给我的拖鞋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送给你一杯饮料 你得喝完 你去过这个 能吃的都能吃的 这个拿 快点 很好喝 很好喝 什么辣椒油 很好喝 你快喝一下这里面是红豆 放了一点点红油认真的 真的 一点点一点点 哎呀 他喝到红油了 哎 nice nice 这是给你了 哦哦 谢谢 因为 因为你给我给了我的照片 哦谢谢 很甜 我的全家福上次已经还给你了 嗯 嗯 好喝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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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 你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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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嗯 给我 嗯好喝 老板上班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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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丽 你想喝什么 我最好喝的 你有什么东西跟我交换吗 很黑玉秀的心 你的心不值钱 我们欢迎小九给我们唱首歌 慢慢喜欢你 慢慢的心 慢慢的自己 慢慢的你走在一起 慢慢我先陪和你 慢慢把我给你 哇 这是我们给小九做的 这个是什么 椰果 好净 好净 好喝 对我才欢 go 你也有个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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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了 好 还有我们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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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Yu就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鸡肉吧 哇 那就超超给你们做饮料 我来给你们玩游戏 play game and show you play game play game play game ok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阿姊姆一直会 石头剪刀布 阿姆姆一直会 哈哈哈 你不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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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富士超这杯做得很用心 好 谢谢 我每一杯都很用 いただきます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很好吗 拜拜 拜拜 do you want to do a fire sign 哦 rely 谢谢 哇 shad 哇哦 voodoo voodoo sen voo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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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先宣论 重奏一点 好 重奏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拜拜 奥斯卡 你猜一下 我这个四个画的是谁 第二个呢 三个呢 是不是跟你很像 第四个呢 这就是全家 他说 为什么看饮品店 没有饮品店 没有现在的我 但你突然被别人关注 有什么心想 一般情况下 大家对我还是很好的 有的人他会真的 让我很感动 但是到后面的话 就会有一些 奇怪的事情发生 然后有人说 我长得就那样嘛 什么样子吧 就当着我面说 就有好有坏吧 但我觉得那都是以前 过去的经历嘛 就有那些经历 我现在对一些话 才会不那么的去在乎它 现在我看到一些不好的片 我会觉得说很可笑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我是什么样子的人 涛涛其实是个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脆弱的人 这是我一直 对涛涛比较担心的一点 反正我相信 只要我们在你身旁 你就不会有一天不会的 就是他 他对我很好 嗯 那肯定要对你好 他和我有一点也蛮像 就是我们和不同的人 相处的时候 都可以拿出不同的相处模式 还有最主要一点 他实力不差 对我来说很加分 我觉得说喜欢我的人 我知道你们很难 不管别人对我们说什么 无所谓 随便他们说 我爱你们 你们爱我 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要向你们鞠个宫 谢谢你们 我们要一起成团 我重新回到了音品店 体验了一天在音品店干的事情 当年在音品店打工 然后被大家认识 所以说 才会有接下来大家看到我 我只会在意你们对我的喜欢 你们对我的爱 我也会继续加油 让你们看到更多的我 不一样的我 创始人们再见 拜拜 要继续喜欢我哦 生我的气 下来我喜欢写一个 肤色超大小的 我让你写的是这个 肤色超最可爱 你知道现在 一直要代表我的性格 一直要代表我的智商 这边说要蠢的蠢的 这边能冒出个澡 可以啊 好的那可以 你快喝一下 这里面是红豆 放那里面有红油 认真的 你好欢迎光丽 现在我看到一些不好听 我会觉得说很可笑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蠢